在我们惯有的思维模式里,很常去想 如何让自己得到上司和老板的尝试 如何让自己变得受欢迎 如何让自己事业有成 如何让另一半感受到爱与幸福 而很少会去思考 如何让自己变成讨厌的人 如何让自己把事情搞砸 如何让自己一事无成 如何气死另一半 以上这两个就是正面思考与逆向思考的模式 正面思维的确很重要 这是人生的动力源泉 定了正面思维的目标进而拟定步骤和策略 但这种思维模式很容易忽略了导致负面结果的因素 和把自己的思维变得固有化 每个人都有自己由经验累积成的思维模式 在自己的思维中 很容易把自己解释不了接受不到的就排除 认为是不好的 时间久了就会慢慢地形成一种思维障碍 习惯只靠自己的主观判断事物 变成别人口中的老古董 其实只要不断打破自己的思维定势 在看待人事物的时候会变得更全面 因为这样会让我们更容易接纳别人的不一样 而逆向思考呢 正好能让我们可以从另一面去看待我们所遇到的人事物 比如开头所提到的如何让自己变成讨厌的人 我们都知道做了什么事情就会招人讨厌 那只要我不去做这些事情 别人就不会讨厌我了 不是吗 如何让自己把事情搞砸 那我列举处做了什么东西 这事情就会搞砸 那我就不做这些东西 事情就不会搞砸了 不是吗 同样的 逆向思维可以运用在很多情景 比如现在要开发一个新项目 先是去了解和锁定客户群 然后推广 这样项目还没投入成本开发就先拥有了一定的曝光率 然后再投入生产 大家好 这里是Jobber的思维成长记录 这里是把日记月累的所思所想记录下来的地方 愿意大家一同思维成长 找出属于自己的人生答案 活出自己的人生意义 思维的推进 人很常因为舒适圈而害怕改变 为何会不敢踏出改变的一步呢 因为害怕改变所带来的不稳定或者失败 也或许因为没有方向 那为何会害怕不稳定和失败呢 因为身上背负太多的责任 家庭的开销 生活的压力 再更深一层的去理解 社会地位 旁人的远光 因为现今这个社会都会以职业年收入和学历来衡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 一层一层地揭开最深层的问题核心 逆向思维的问对 何为成功 拥有财富却只有财富就是成功吗 何为失败 财富够吃够用和拥有无价的快乐或者陪伴就是不成功吗 成功与失败都是自己个人给自己定义的 何为高学历 那拥有高学历却不懂人情世故就是上等吗 如何去断定一个人是否高智商 而这智商包含了什么 高智商等于高情商吗 更有一部分都会被忽略的就是 你所追求的成功是否是自己真正想要的快乐 还是只是在迎合身边的人的期待 人生而何为 何为快乐 何为生命本质 而我们身为人 短短几十年里 想做些什么 想留下些什么 人的大脑都被从小训练成习惯性的接受答案 而不善思考与逆向思考 而很多时候 每每看完一个视频 一部电影 读完一本书 里面所推广的内容 都会先被大脑全盘接收 有些人会进而思考其中包含的意义 但有多少的人会进入下一步 逆向思考 往往思考和逆向思考这一步是很重要的 就好比看到一片还不确定是否真实的新闻 有的人会质疑文章的处处 理性和可信度 进行逻辑思考 而相反的 有些人往往就会对文章深信不疑 继而转发 想借此告诫别人 却从未想过假新闻的危害 这一现象在新冠肺炎前期尤其严重 进而到近期猖狂的网络诈骗和工作诈骗圈套 骗子同样利用了人习惯全盘接收信息的这一点来让自己得逞 思考的定义是什么 思考是思维的一种探索活动 思维能力包括理解力、分析力、综合力、比较力、概括力、抽象力、推理力、论证力、判断力等能力 它是整个智慧的核心 参与支配这一切智力的活动 逆向思维的定义是什么 逆向思考 凡事都有两面性 而逆向思维就是从事情的反面去思考问题 要如何训练自己自觉的思考与逆向思考 第一,抓住重点 时常对自己发问 让思维一层一层的推进 第二,独立思考 多吸收资讯来增值自己的思维知识和眼界 好让自己的思维能到更宽阔的维度去思考自己所遇到的人事物 看书、看资讯性、视频和看新闻 多与人交流对话都是很好地增长自己思维的方式 第三,反思质疑 结合多方面立场来思考客观定律 然后综合处疑点或者质疑可信度 第四,不盲目轻信 也不能云亦云 训练自己有自己的想法看法 深层的去思考背后的动机 就好比一间公司的老板告诉你 前年公司没赚钱没花红 到了去年老板又告诉你 公司不赚钱没花红 然后今年又告诉你 公司不赚钱没有花红 但深思下去 如果公司真的不赚钱 今天你的老板也不会站在这里 还是以老板的身份跟你说话了 只是公司赚不够钱来分花红 第五,进行自我审视 自己需要评估自己所接受到的讯息 对自己来说是否正确 是否符合自己的逻辑 和打破自己的固有思维 接受新事物 思维能力不是高学历高智商的专属 普通人一样可以拥有这些技能 通过后天训练一样可以提升我们的思维能力 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 愿我们大家一起共同成长